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7月30号由中华老字号荣宝斋制作的齐白石、张大千等国画大师的一体化数字艺术品也尽量上线 那NFT的发展历史并不算短了 为什么今年就突然走红了呢 其实早在2013年就有艺术家通过比特币的交易脚本来进行尝试 那线下的艺术品创作者贫困潦倒 盗版世界是层出不穷 正好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 去中心化 坚决安全性并且保护隐私的优势可以改变这一局面 这个也为NFT的出现打开了一条思路 要说它今年的爆火啊 我们还要从两方面来考虑它 首先呢 就是从购买者的角度上来说 NFT啊 因为它带有一种存储丰富原数据的机制 它存储了资产和所有权的详细信息 因此啊 可以保证NFT的来源和出处 因为它自身性质啊 使得它是唯一的 购买者啊 就不会出现购买到假冒盗版的问题 那再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 专利和版权为数字艺术品提供足够的保护 通过NFT和数字证书颁发 这进一步啊 强化了这个过程 当我们找到了内部的发展原因后啊 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 首先 NFT的自身优势 使得大众对它的价值产生了共识 第二个啊 财富效益 推动了NFT产业价值链 基础设施层和协议层的完备 第三呢 大环境中整个加密市场的火爆 促进了NFT市场 最后啊 应用场景落地和创作群体的涌入 使得这一市场逐渐火爆 那现在火爆 未来还会依然关注火爆吗 那就持续关注我吧 下期我们来讲一讲NFT的未来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也结束了 如果你依然感兴趣 就在屏幕下方留言点赞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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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